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能够人军降雨的话 是否能够阻止降雨 造成水灾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我在墨西哥做过一个工作 这个90年到2000年做的工作 他们有30个电离战 是为了能够破坏这个驱散云群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阻止降雨 那么布里奈斯他也就此做过研究 这个他在网站上也发表了他的这个研究结果 他们做过这种减少降雨的这种试验 特别是在某些地区 因为有的时候是有必要 就像你说的那样 需要这样减少雨量 还做过一些研究 但是呢 现在人工降雨的研究更多 但是呢 墨西哥确实做过这个方面的研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加勒比海 特别是来自安地利斯 就是瓜德鲁普 我呢 很注意这个气候的问题 我们最近看到呢 我们的国家元首 法国的国家元首 他也可以说是气候专家吧 他去古巴 古巴去访问 在海地访问 他呢 说 他呢 特别是让民众特别担忧 他说你们呢 要小心点 你们的 你的岛屿 或者是岛屿的某些部分 部分要被这个海水淹没 海洋淹没 就像Gervais教师刚才说的 所以我想了解的呢 是 就是这些岛屿 因为我很热爱我的这些德语 它是否会消失 为什么 为什么这种威严耸听的这种预报 他是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 威严耸听的这种预报 和推断 这个海平面上升 我想让大家看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说明 从上一个冰川期开始 这个海平面上升呢 是最低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 这个卫星测量 它是每年增长三毫米 如果你要在海洋 只有这个一到二毫米 这就是一百多年来 一直是这样 那么在最多的地方是11毫米 那么海岸线的一些当局呢 他们都知道 他们呢 完全是可以控范围之内 这个官方呢 他们很清楚这些数字 所以他们说的那个说法呢 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没必要去这个 在民众当中造成恐慌 所以这些数字是非常有依据的 就是说每年这个三毫米 然后这个一个世纪 也有个数字 所以它完全是可以忽略的 我完全确认这个Weiss教授的说法 我呢 有一个海洋 海洋哪都在上升 但是呢 它在岛屿这儿 反而没有上 没有升高 而且根本测量不到 所有的那些 那个电影里边所说的 这个说法都是这个 这个毫无根据的 你好 我是德国代表团的一部分 是希勒 有一些介绍呢 让我想起了呢 一个澳大利亚同事做的研究 是几年前做的研究 他这个研究证明呢 这个生态体系的 这个这种想法的根源呢 是这个平衡的概念 系统的平衡的问题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的话 各个介绍者呢 翻演者都 就是说要让人类害怕 要让人类害怕 它会破坏什么东西 我们只要应对这种情况 我们的组织就要这样做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守势的 也就是很多的科学界呢 没有参加我们的工作 这一些我们要通过科学的方法 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所以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人类的本性的问题 就是他们组织的这种恐惧 这些金融寡头 因为他们想迫害人类 他们呢 有个人的目的 经常有 关于人类本性的问题 我个人呢 同意凯普勒尔的意见 因为人类有动机 他相信历史 他们有好奇心 但是我呢 我呢 就是想再说说 就是说一个中文想法 人类是宇宙的一个积极的力量 正面的力量 他呢 也就是说 他可以把生命带到没有生命的地方 甚至在地球以外 我也希望了解 您是 是怎么来保 为人类 人类是一个 人类有 很有这种 可以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一个负面的目的 而是要创造一个 积极正面的东西 我很好奇 想了解一下 因为你们讲了很多 看看这方面能不能说的更多 也就是说 就是这种 正能量的 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得 还可以 专门开一节会议为此 我能讲的是什么呢 我呢 我和莱护士先生一起工作 他呢 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这个 Zoes和Promedae的这场战斗 宙斯 这个不是一个古代神话的问题 它呢 实际上指的是 历史的现实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历史进程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战斗 我们是如何带在人来 怎么能够建造一个不同概念的社会 宙斯的这个故事 就是涉及到科学 农业和医学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当这个人类享有了火 我来自美国 我了解美国革命的历史 那么有很少一部分的人 是我们国家的创始者 他们呢 为一个理想而奋斗 因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人和任何其他的动物都不一样 这个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创造力 这个动物呢 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 那么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是人类的一个特性 我们可以组织我们的社会 组织我们的 可以发展我们的力量 那么这种共和国的这个思想的话 共和的思想就是这种设想的一种具体表示 弗兰克林的这个理论呢 就是这种基于这种基础 而英国的那些人的看法呢 对人类的看法呢 是完全这个相反的 我们在历史上进行了周到 而菲利普亲王的话 他是完全另外一种观点 我们可以通过英帝国的 和罗马帝国的这个历史 可以看出来这一点 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潮 历史上的思潮 他们也承认 人类有 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承认人类 对这个历史进程 这个发展进程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很长时间的讨论 很有意义的 我们呢 今天呢 可以这个积极地看到 就是说金传五孤推出这个新丝绸之路 非常有意义的 从历史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告诉我呢 我们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体系 来产生一种活力 让世界走向增长和进步 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动力的话 就是冲突和战争 而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有潜力建立一个新的体系 建立一个双赢的体系 那么 承认人类的基本进步 人类的这种进步 而且是承认我们的特性的基础上 我们呢 这个就是我们取得进步的一个源泉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体系 也就是说 那些国家集团和 取领导作用的国家的话 应该进行合作 以前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原来的这个关系的话 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这种关系 从来没有过这个合作 国际合作的这种概念 拉护士先生的话 他也说过 他就特别关切这种情况 我们呢是提出了 关于人类的根本的问题 我们怎么进步 怎么这个前进 这个呢是我们真正值得思考研究的问题 我们要意识到 就是说人类 它应该是发展进步 社会进步 国家进步的一个力量源泉 每个人发展自己的建设能力 我想增加一个非常简短的建议 一个意见 那么其实我们 其实呢 除了这个 有些人他是 信奉这个上帝 信奉这个宗教 那一般的一个哲学呢 没有一个哲学 比另外一个哲学 是更加高级一点 对我非常高兴 我作为一个地球上的这样的人 来吸收各种的文化 谢谢 我想增加一点 那么就是这个世界上 这个垄断主持 它是有 它控制我们的思想 因为我们刚刚这些辩论 其实在每个人 在每个人类的这个思想里面 其实都是一个信任的基础 有了这个信任之举 我们才有能力去倾听 别人的意见 认为这个事情是好的 还是这个事情是坏的 那当时 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少数 这个地球少数垄断的这些人呢 他是不希望 有其他的这个团体 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他也是阻止我们的 那我们希望 其大多数人 在地球上大多数人 都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通过刚刚一个音乐会 刚刚的音乐的表演 我们就知道 通过倾听音乐 倾听这个别人的这个意见 我们这个人类 那可以在这个宇宙当中 在这个社会上 向前发展 那么当然 这个人类也不是偶然的 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还想增加一点 那么刚刚这个 我们讲到了 其实这个最一块 最后今天下午这一块呢 它是跟这个音乐 跟科学 它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其实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 还没有认识到 其实在音乐这个里面 这个音乐里面 它有就是怎么样 来翻译出 怎么样翻译出 这个音乐里面 这个美妙的 还可以创造出 对我们人类的 一种微妙的感情 那么这个音乐呢 它继续在创造出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感觉呢 是对我们的人类的创造力 对我们的科学研究 我们的创造力 是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 这个希望这个音乐 将会更加带来 更多的创改性 那我呢 我有一个问题 对Mr.Gervais提问 那么刚刚讲的 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刚刚您这个 刚刚讲到有个杂志 已经把这些科学的研究 那么已经有发表出来 那么有一个文章 刚刚有其实就说 这个科学的方式 来计算出整个物理的 整个科学的方式 来计算这个物理的 对自然的这个现象 是不是 那么我们答案是说 那么答案的是说 物理学家从这些数据当中的 在这些数据当中 出来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结果 其实并不是在改变 这个100年前已经出来的建议 并不是改变它 我们总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计算 那么这些测量的方式 我们这些测量的方式 是从当今的现代的科学 比方说这个从卫星天下 那么以前的比方说 很久以前100多年前 在它这些数据呢 是只是在欧洲 在欧洲的这些数据 体现出来 这个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图表 那么今天我们用非常先进的方式 从这个卫星天线来直接 那么这个卫星天线 这个卫星的 卫星的这个科技 来提现出来的 其实它的方式方法 是跟过去100多年是一样的 但是只是用的 这个仪器是不一样 所以从两边 从现在出来 这个结果跟以前100年 并不是改变 以前的科学方式 其实是同样的尊重科学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两个问题呢 是同样 所以第二个问题 也重新提一下 那么我是从南非过来的 我的问题呢 我是想表 我想这个表面一下 我是从南非出生的 那么 那么我想讲解 就是在我的 那么我从早上起来 就是我是看到了 整个天气是碧蓝碧蓝的 然后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了这样的 非常清晰的晚霞 那我想在南非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到其他的这个地球的 一个角落来去 是否能可以看到 同样的这种现象 所以我想请问 这个在座的上位的 几位嘉宾 我想问一下 这种 您怎么解释 那么我想解释一下 其实 那么这个 其实呢 整个 大家知道 这个降雨的这个过程 科学的过程 就是在人 空气当中 有一个蒸水器的这个蒸发 到了上空气当中 就变成一个水晶的 水晶体 那么 那么这个水晶颗粒呢 它变成一个通过物理的现象 变化了以后呢 那它就变成了这个 把这个水晶器呢 又变化 然后下雨了下来 那么 我想加几句 这个 几句这个观点 就是当我们讲到 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 讲到这个气候 其实不一定跟科学 有直接的关系 跟这个加卫教授 讲的一样 那么其实呢 这个气候 气候 并不是 只是一个科学的 这个数据 在这里 我们大家都用 科学的数据在讲 其实这个气候 同时它有一种 人文跟心理方向的 这个方面的 这样的一种 现象 比方说雷雨啊 下大雨啊 暴风雨啊 这些都会给我们 人类从心理上 心理上呢 带来一种恐惧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全球召开的 这个气候的 这种峰会 最主要是在 谈论 政治上的 还有科学上的 这个气候 地球这个气温变暖 的这种情况 那么 其实 我们讲到这个 具体的这个 科学的这个研究 是因为 就是当今 在经济上 这个 在经济上 有产生 经济危机的 这个状态 下面呢 我们讲到 科学的研究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科学 从科学上来解释 这些现象 这些自然现象 它是一个 自然的 这个结果 而不是 如果你明白了它以后 你不会恐惧 那么就像这个 经济一样 如果你去了解 它这个里面 为什么会产生 这种危机 那么 其实我们 对这种危机 就不会有 那么多的 恐惧的 心理 包括我们的 我们的很多的 媒体 很多的 峰会 很多的人 都会 都会 在很多的方面 把人们带向一个 恐惧的 心理的状态 社会心理的状态 那么 其实我们 的人 如果掌握了 用科学的方式 或者知道了 这个危机 究竟在哪里 我们就会用 正确的方式 来解释 这个危机 来看待 这个危机 那么人类的 这个思想 就是用来 面对 用来考虑 在不同的 这个情况下 发生的 不同的 这个危机 那么这个不安全的 比方说有 世界上少数的 这样的垄断的 阶层 带来的 对我们人类 共同生活的 这个地球上 带来的一种 危机感 其实 就是 想让我们 在这个危机的下面 更加 让他们 很好的 让他们更加 好的利用 那么这个 张俊赫斯 这个我们 一直 在那个 这个法国的 这个革命家 应该可以来说 社会学家 那他 当然 他的这个思想 就是说 要面对 这些危机 如果 我们有一种 文化 他可以 让我们的 思想提高 让我们的人民 知道这个危机的 里面的具体的内容 这个张俊赫斯的思想 就是这样的 就是面对这些危机 那勇敢的 这样的 面对他 那么 其实 就不会 让少数人 来摆弄 你们 那么人们是通过 这些 思考 这个人们 人们 生出来以后 并不是 就是 一味的 接受 别人 教给你的 这个事情 感谢观看